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重要的 我补充一点 今天半天有几个同学私下给我发信息 就说还是在问 为什么如果接下来美元这边如果走弱 那么黄金不会上行 反而会下跌 或者是说走平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一定要 如果说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之前曾经讲过 甚至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开始去决定今年整个去做空黄金的这个情况下 今天黄金出现了一个将近最大的时候出现一个下跌2000点的行情 对吧 我们大概现在手中大概1000多点 它会大了一个50% 如果按照去年的话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持有空单的 那么这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 昨天我讲到一点 说各国央行是可以不存黄金 但是必须存本国货币的 这个是无容置疑的 对吧 那从根本上来讲是什么 因为黄金是没有利息的 即使这个就应该更清晰 对吧 即使到下半年 最后美联储决定9月份加息到今年的10月份 11月份或者是说12月份不进行加息 那么它能改变什么 能改变黄金对美元之间的这种利息带来的变化吗 它是改变不了的 可以这么讲 对吧 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现在 起码我们所在我们能够认知的时间范围内 我们知道 江恩讲时间窗口 对吧 那我们可以讲窗口 至少在这个时间窗口 就是说这个什么窗口 比如说是你买入美元 黄金对美元 你要付利息 对吧 你卖出黄金对美元 你得利息 就这一件事情 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时间窗口内 至少我觉得 五年 可以吗 我们同意五年的同意 我认为这件事情五年以内不会发生变化 同意吗 对吧 大家同意不同意 五年以内不会发生变化 可以这么讲 对吧 但是 货币 对美元 它是否 就一直这个样子 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是未必 因为 可能将来 有一天 美元 它加息到3% 但是 也许在 假设现在是2018年 从到2021年 美元可能加息 已经完结了 在那个时候 也许欧元 也许日元 也许英镑 或者价币 它们的利息 也会无限的进行加息 而增长到 我们不说赶上美元 我们说2可以吗 但是 那个时候 黄金 依旧没有利息 因为它这个东西 不可能有利息 你存黄金 谁给你利息啊 你买入黄金 怎么可能给你利息呢 不断没有利息 对吧 如果你买失物金 还会有仓储费 还会有磨损费 对吧 每年它会氧化嘛 氧化以后它会有 还有损失 对吧 当然了 国内有纸黄金 对吧 替代了 对吧 纸黄金不存在这个东西 有一段时间 纸黄金炒得很热 当然我们的这个市场也是如此 但是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那 就从这一个 这是一个核心逻辑 至少 在未来 这个市场 对于黄金的需求 会随着美元的 加息 越来越低 特别是它的货币本位的功能 啊 所以货币本位对吧 货币本位的功能 会持续的下降 而且 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供需的问题 可以来这么理解 对吧 当 黄金生产的企业 它要不要再去产出黄金 那这是肯定的 有金矿 对吧 它金矿不开采 它没法赚钱 好 这就好像是 最上有 你不法阻止 新的黄金生产 进入到市场里面 好 在需求一方 好 各国央行 又开始对黄金的需求 开始下降 你很想这供需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本来就是呢 不可以解释同 为什么在 零八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黄金下个大厂 那个时候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黄金生产的需求 赶不上人们购买黄金的速度 这就很好理解 因为那个时候 你购买美元也没利息 你购买黄金也没利息 但那个时候美元是不稳定的 当然大多数人是选择去购买黄金 作为 美元的替代 其实这就是核心逻辑 所以就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理解 我们 就把它这个重新的补充一下 其实我之前都说过这些 只是说 可能今天说了一部分 明天说了一部分 没有把它整个 其实如果你都记得 其实你自己可以传练起来 大概其实中间的一个逻辑 是什么逻辑 对吧 而且随着美元加息的深入 那么多黄金 多头 他所支付的利息会越来越高 现在是 对吧 现在是支付的利息 可能 如果当 美元 加息到三的时候 按照现在的西差来说 那那个时候 多头要在多支付 如果按照隔夜利息算的话 应该在多支付大概 30%到40% 我 我举个例子 对吧 我持有黄金的空灯 利息 就是算利息吧 就是说我们不讲利息的额度 就是说这个这个点数 到现在为止已经要200多点了 9个月 空单如果付出的话 是500点左右 如果持有更稳同样时间的话 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 10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核算完的话 不大概是 一年应该是600点吗 现在来讲 如果随着美联储继续加息 你做多黄金持有一年 黄金的多单 最终 最终 假设到中性领域 一年你要付多少点 一年要付将近 800到900点的利息 800到900点的利息 想象一下什么概念 那思考 思考 但这种情况 它就不见得会发生在货币的身上 或者是发生在货币的身上 是一个短期的 因为货币本身是可以加息的 包括看衰澳币 澳币本身有利息 现在就算将来它可能再次进入到降息期 但是它也是有一个时间窗口 就是过那个时间窗口 它也可以再次加息 加息加息加息 然后再赶上美元 从而两个平整的利差 对吧 接近 然后呢 就会有开始有去买入澳币的资金出现 所以这个都是 这种就是一个资金层面的运作的问题 你把这层想清楚了就可以了 好吧 OK啊 今天晚上可能一会儿有所谓小费能 但是通常呢 这一次的费能数据呢 我个人觉得是可能会偏好于利好于美元 利好于美元 那么这个ATP已经公布了 这15分 现在已经公布了 如果是说到非农的时候 利好于美元的情况下 我是觉得黄金啊 或者是这些品种下跌的概率还是偏高一点的 当然我们要看 要看它具体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会儿再从盘面去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那么 另外的啊 今天有消息啊 透露 透露这个美国要对中国这个2000亿的 所谓的这个出口产品啊 就是美国进口中国产品啊 2000亿增收这个 25%的关税 这个这个原因呢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第一个你上周啊 不上周 前前两天 是昨天还是前天啊 公布的美国这个最新的贸易差 对吧 又增加了 哎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今天美国一直希望是降低 结果反而增加了 好 按照特朗普的这个这个说法 第一个啊 因为对我的产品进行了惩罚 就是对他的大豆能产品进行了惩罚 使得我的这个出口下降了啊 然后呢 从而导致啊 这个逆差的一个扩大 那就是先说这一点 第二个是你的人币的贬值啊 人币的贬值快速的贬值 造成的是这个逆差的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综合起来这几点啊 是可能 因为现在市场里面 我也看了 所以现在还是在起码目前还是在传言 你在这个主流的媒体上 现在还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官方的公布啊 公布这件事情 这个应该是啊 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出来 但是具体是从哪里传出来 嗯 可信性还是蛮大 因为刚刚公布的这个贸易差 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啊 人民币的贬值 都是促使啊 美国进行啊 这个政策的这个啊 这个决心啊 走这个这个决心 他是下定决心要走这一步了啊 否则的话啊 可能他的这个执政了半天 不但逆差没有降低 反而扩大了啊 这个就不合适了 欧元这边逆差扩大 其实跟 什么 其实跟这个中国是有点类似的 因为因 因为欧欧元在今年 他也是一轮 啊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啊 下跌行情 大概运行了也将近有啊 1.25算的话到1.13 有1000多点啊 也将近10%了 啊 那这个的话 最后都转嫁到了整个的贸易数据上去 啊 因为这个最后最后一去计算 对吧 那贸易差距 好 那这件事情呢 有人说会不会就像上一次啊 打击到了中国的股市 哎 如果有同学有印象的时候啊 还记得我前一段曾经说过啊 说啊 第一次 这个所谓的这个啊 贸易战的时候 确实 使得我们 国内的股市啊 以这个上证为例啊 从3500点啊 跌到现在最低的时候 已经到了2600多点 那跌了也将近有快 不到1000点 啊 像A50的一些 主要这些这些这些 A50的这个大盘股 跌幅也有30%左右 也很大了 啊 那么 现在的问题就是啊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 当然这个只能是假设啊 第一次突然公股贸易战的时候 是市场开始拼抛售资产的时候 那如果说 这一次市场又接收到这个讯息了 我个人觉得反而是适合去买入的时机 为什么呢啊 我觉得一旦美国先说几点 一旦美国开始加征啊 中国的这个关税啊 那么 中国现在啊 如果去和美国谈判啊 有几点可以作为筹码啊 啊 就是可以和美国去谈判的一个资本 第一个是人币的升值啊 你看人币贬值吗 是是这个特朗普政府最啊 前一段时间时候这个中国做的最不对的一件事情 好那他现在反而他可以去和美国去谈判 说我可以让人币重新升值到啊一个价格啊 从而导致中美的贸易差啊贸易逆差下降啊 这是一个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 就是所谓的他不可能让经济啊 去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下挫 而现在在一级市场上啊 中国受到的影响 我是觉得短期内无法修复啊 一级市场 因为一级市场就所谓创投这一块 我们知道整个创投今年啊 包括前一段这个P2P的问题啊 包括这个这个啊 这个这些所谓的一些啊 创业投资方面的特别是一级市场啊 受到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是在二级市场上 就是所谓的 它是可以体现出来啊 是一个走强的状态 好 那么今年可以讲从年初到现在 那中国股市是一路下行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它下跌了将近有三个季度 下跌三个季度 那么出现末端这一个季度的上涨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而刚好现在是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 普通的投资者一遇到遇到这个事情 他可能会想 上一次出了一个事情 那个时候只有三百多 或者那个时候传闻是五百亿 最后是三百六十亿对吧 那是三百六十是后来公布的 真正跌的是就是从美国公布 要对五百亿商品征收关税 那一天开始啊 然后降低了 好这一次来到两千亿 那你想大家会怎么想 那五百亿都导致 就是上证的 两千亿都会更多 好 如果这种思维是一个普遍性的思维 那反而是一个好的进场的事迹 可以这么理解 想象一下啊 可以再这么理解 这件事情我是来这么思考的 那么剩下的事情啊 我觉得目前看的话 还是没有特别 特别这个这个 值得这个 你包括京东这些事情 咱们就没有必要谈 群里还有 我看有些群人还烦 这个就知道 因为现在你并不去参与他的股市 如果你去买入他股票了 那你可以去去说一下 对吧 我们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去买京东的股票 对吧 基本上你就可以 先不考虑他这个事情 先不考虑他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的啊 这个 嗯 嗯 意大利这个事情 我也看了 但是现在他只是说 将要 他其实这个事情就是给 我那天也讲了啊 就是他就是在给欧盟 对吧 欧元区或者欧洲央行啊 施加压力 对吧 如果你不去管我 那我只能是找美美国去 只能是找美国了 帮我去度过这个经济难关 那变相的 其实就跟他退出欧元区 是一个基本上同样的一个概念 对吧 因为欧元区 他在欧元区内 就是欧元区内部的国家 他们是以欧元作为统一的货币 对吧 那把原来的货币 全部的剔除掉 以欧元为统一的货币流通 那你现在又变成美元计价 那什么意思 就变成了 要退欧吗 那这个事情呢 我是觉得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至少到目前为止 如果欧洲这边想去救他 还是可以救的 至少他跟 就是意大利至少和什么不一样 和希腊还是不一样 希腊是完全是个空壳 意大利的话呢 还不是空壳 我们在意大利 他还是有他支柱的产业他 还是有他这个这个 就是所谓的核心的一些产业 在全世界还是蛮有影响力的 那么他是能支撑他的一些经济 不像当年希腊这么惨 但是肯定说他现在需要欧洲地区 帮他去度过现在的难关是肯定的 只是说应该没有希腊这么的严重 啊 严重到了说希腊那边就是真的是 啊 你像意大利像跑车 全球 他占到了多大的份额 大家都心里都明白 啊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包括意大利的话 他的这个这个 一些流行流行方面的一些 这些 这些所谓的公司啊 就是他实际上是有他一定的基础 啊 没有那么可怕 就现在就是看了 但是这个事情呢 肯定是在欧元这边是一个定时炸弹 这就跟我之前一直说的 我说欧元英镑尽量不要碰 英镑呢 是他中间 比如昨天的事情 我们键盘有碰长起来 啊 说是德国啊 在对英国的态度上发生了转变 然后立好了 这个这个英镑 像这种事情 是非常突发性的 而且 基本很难很难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的 他应该同意的吧 那么发生这种事情以后 市场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 我们的反应速度 是非常慢的 那么专业的教育员 他是实时盯着的 他的数据源是非常快的 他那边刚一说话 这边可能几秒钟他就知道这个事 而我们可能需要几分钟才知道 不要想看这几秒钟和几分钟的差异 在交易市场里面 像这种情况下 几秒钟和几分钟是天壤之别的 几秒钟人家多大已经进去了 你几分钟之后才反应过来 对吧 那你有空单的情况肯定是被套住了 更止不止存 这些其实完全是 所以就是你要意识到这个品种还是有潜在风险的 欧元也是如此 所以为什么说欧元英报 现在咱们不要去碰 就这种突发性的事件 非常难以去 取此很远 对啊 会不突然间出来一波 下跌的行情 这都很难讲 尽量我们就先先去不去碰它 好吧 那基本面的情况 我大概说一下 当然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问题啊 也是开始逐渐逐渐的加重它的这个这个这个程度 呃 原油市场也现在也是这样啊 就是它可能来讲 这个这个会是啊 不确定性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阶段啊 所以短线交易还可以 持有波段性的话 反正要小心一点 它突然的一个变盘啊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技术层面啊 我们先看这个 我们一直在啊 看着这个奥币 好 那么奥币在过去这一天 它是一个横向的结构啊 好 那么昨天我们在解盘的时候 啊 那我说了啊 这个 4小时的55节 当时是7248 啊 那么到今天这个时间点 昨天的那个下跌速度来说 对吧 昨天那个时候是下跌了有十 啊 十几个点左右啊 那么到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好 是7237 能看到啊 啊 7237 那么7237的位置是刚好和 这天的高点 这天的高点 这是7235啊 啊 那么 现在是这一颗4小时线啊 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今天晚上啊 从现在开始到啊 啊 后面啊 刚才ADP出来以后 啊 基本上就没什么啊 特别大的事情 当然突发性时间我们没法说 对吧 但是一般的时间我们能够知道啊 没有说特别大的事情 那么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的话呢 啊 可以这么说 应该市场不会出现特别剧烈的部分 啊 那么这个4小时 因为是到10点钟停收盘 有时候现在开始还有啊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当然他有没有可能去去触碰啊 有可能 但是按照最近这阶段的这个阳线的这个规模来讲 单一4小时的规模来讲 可能有点直接达到的可能性比较低 好 那么按照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均线的变化 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是每一个4小时下行两个点左右 当然现在是因为反弹吧 啊 所以现在是一个点啊 但是如果是 现在还有一半小时 如果他是往下杀一点 那他可能变成36 那如果36的话再加一个小时 好 刚好是34 但是这个的话有点太过于 太过于极限 但是有时候市场 那也许会有这样的巧合 啊 我们只能是看一下 因为这本身就是我给大家去做的一个分析 啊 去做一个分析 然后从他的啊 不断的变化里啊 然后我们去分析他的一些细节啊 如果是这样的啊 那他现在这个均线的价格 你可以看到啊 他一直在37363736 你说现在的价格啊 现在价格收盘 是现在这个位置 现在0.72 7203 哎 就是 37 然后到0.7201 或者往下走走一点 就变成36 啊 他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企业的话啊 啊 所以我可以 等一下了啊 啊 那么我不想在这个奥比较多说什么 因为是反复说 反正也是也是一样啊 啊 我跟大家讲他这个地方 他要等均线下移啊 所以呢 前两天我会说 他不会说 立刻的去下跌 他要等均线下跌下来 均线下跌下来 成本下跌以后 他为了不反破前期的高点啊 然后才能够从这个点位下行 而且 如果以这个点位作为是 前面那个波段最低点 我们现在姑且算 因为现在没碰 也不见到就没跌 这不好说 你说如果按照这个点 他没跌 那刚好在盘中运行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个三浪结构调整 行情 这个也可以算啊 你看 从这个地方上行 对吧 这个地方上行到 调整 到再次上行 就是 刚好是一个三浪 三浪调整结构的话 是不是15分钟几次呢 可以算 那因为 这个上行 从这个地方的到这个地方 能看到 这是一个五分钟的结构 然后调整的行情呢 可能算也应该可以算五分钟 但是他是没有触碰到 这个地方没有触碰到 好 那如果是从这边开始算的话 又一个新的五分钟上行 那你可以看到 上冲 回落 上涨 如果上涨 突破 再回来 再上去 刚好又是一个五分钟的五浪的一个上去 刚好成为一个15分钟几次的一个调整 十分钟 十分钟几次的调整 实际上是一个小时级的整个的调整行情 那么对应的走到 四小时的五十五节的位置 刚好就这里 所以实际上这些呢 都是在前面 那么推论的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在这个点位上 如果因为不能出现反破于这个高点的行情 因为你反破了呢 就会有大量多单进场 有短期内少量多单不在乎 是大量多单 就你如果这个地方怕破掉它了 大量多单进场 对吧 就不对了 但是呢 如果你又为了去触碰压力位 那你觉得耐心等待这后面这几天的横向调整 让这个成本价格能够跟随下来 那么那一天到这个高点的时候成本还在727 那么到了 经过大概两天多的时间 现在来到了7237 下跌了大概有34个点 这就是推论 至少在一个推论上 它现在走的是成立的 它没有说立刻的就打上去反破 然后再下行 没有 它是横向 然后呢 在横向的过程当中 没出现反破行景 看到没有 那横向过程当中 这个点比它高 这个点比它高 现在这个点也比这个高 好那接下来就看了 比如说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地方上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如果是说你这个地方最后的比 现在就不好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破这个点 这个点是0.7217 今天最高是0.7211 那我认为是有可能在后半 就是在已经超出大家这个整体性 就是大家都不在看盘的时候 它可能会破台一下 然后去触碰一下那个压力点 所以按照时间推论的话呢 就是这个四小时是可能不会去触碰它 这个四小时不会去触碰它 它不会触碰它 到听翻之前 到每天听翻之前 还有两颗 一颗是到两点钟结束 国内时间 一颗是到六点钟结束 结束是国际结算时间 对吧 这两颗线型 那这两颗线型可能会碰 特别是有可能是到 两点到六点 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碰 那这个地方碰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 非主要交易区间 非主要交易时间 然后大家 大家都说可能已经不交 因为你现在这个状态 本身 很多人对它交易的这个 这个兴趣就不高 然后再加上 今天出了小分子 没什么波动 而市场平平淡淡 不懂 那我们等的是什么 等的是你这个 你结构也给我确认了 你确认了是这里 然后到明天开始下行 然后我们正好是到 这个 我们去 去进行一个 进场的一个交易 好吧 可以大家这么理解 那么包括现在 今天最新的消息 之前不是这个 就是 之前是Bestback 进行的这个加息 今天的话 开始这个先去查 NAB 现在 Commerce NZ 都已经 陆陆续续的 也是增加了这个 这个 房屋贷款这个利息 我们之前说了 为什么增钱 我说银行 他借给我们 钱 进行资产的买入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负债 但实际上银行 他很多钱 他也是对银行的负债 所以他今天加息以后 他提到的 就是因为 为什么会去进行 我们知道 如果低息的情况下 是更多的人 愿意去贷款 然后去买房 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银行呢 规模 贷款规模会增加 虽然利息不高 但是盈利可观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说 如果你不加薪 你的融资成本很高 可能甚至于你把钱带给人 然后你再抛弃各种 营销成本 运营成本 这种 包括借贷的成本 也许你不赚钱 所以他没有办法 对吧 他只能去加息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可以讲 这个也是实际上 是在倒逼 就是他们这些动作 因为他们不可能去动 存款利息 因为存款利息是 是央行来决定的 啊 动不了存款利息 他们只能是做 做贷款利息 他们不知道 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的差值 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在倒逼着啊 央行进行加息 为什么呢 因为你增加了贷款利息以后 这种银行它的收益是所谓的是提高了 银行的收益提高了 但是又把这个压力又会转嫁给央行 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吗 明白吗 一层一层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很简单啊 就是这个这个逻辑能明白吗 就是你看 我们从普通的商业银行进行贷款 对吧 然后我们成为我们的负债 银行 从央行去拿钱 然后成为银行的负债 现在它提高了利息 提高的利息 明白 然后呢 它在银行上有所提高 银行上有所提高 它就有更多的钱去向外去贷 就相当于这都是一个循环 这样的话呢 央行这边压力就大了 因为央行是靠着存款的利息来获取收益的 现在是假设接着贷款 接着再增加啊 再增加利息 那么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会提高 央行 就会成压 所以其实现在是倒逼着 RBA 你要进行加息 你不加息 我们也得加 因为我们要 我们再不加息 我们就死了 那先要 先要归到央行那边去了 好 对吧 为什么呢 对吧 这都是黄黄相扣的 因为你存款利息太低 人们就本来就不存款 不存款 你这边还要贷款 你要贷款的话 我要去融资 我融资成本这么高 我只能加息 这都是破型区块 可以想象一下 二联储应该是被迫加息的 这个事情就像 这个事情就跟这个什么概念一样 就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真的是到最后不到最后 那一个时候 它不会倒 那前面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那倒另一天作为铺垫的 可是问题是 很多我估计他们上层 应该是能够理解这个事情 应该他们应该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但能够阻止吗 不能阻止 为什么呢 你现在要是意识到这个 现在不去动 现在立刻就报了 那现在是能缓一口气 人都是这样 就跟你临死的时候一样 能多喘一口气 不会少喘一口气 这是没有办法 这是人性的问题 那至于企业 它也是这样 他们难道那么多的经济学家 那么不懂这些事情 肯定懂 那也没有办法 不实行立刻死 一个是死刑立刻 选择哪个 反正 应该很少有 一百人当中应该至少 最多只有一个人 我估计 选择立刻实行 反正早晚得死 剩下人都是 能多活三个月 就多活三个月 万一有什么好 万一有什么变数呢 就缓过来的呢 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这就是市场 所以它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所谓泡沫 泡沫 为什么叫 罗伯特奇特 他们写的一些书 对吧 所谓非理性繁荣 呢 它到最终破制前 它都有那么一个过程 就是假性繁荣 假性繁荣是什么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逐渐会看到的 就是这种状态 就跟08年金融危机之前 美国也叫假性繁荣 后来报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新贷水平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负债水平态 澳洲现在也逐渐就是这个样子 理解就好 它是层层施压 不断的去给它上级 这是没办法 好 那么剩下的奥币以外 我们一直提到几个点 就是说 奥币进入到它的末端下跌行情 然后欧元英镑 好 这个走强 这个软件 我从前上就好了 就他们的走强 那其实就是 帮助我们去转移 多单的目 目标 现在他们就很好的去 帮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可以怎么理解 对吧 澳币是一路在下坡 那欧元英镑是在高位 在进行 向上的类似于上冲的行情 我相信 大部分人现在去买入的品种 应该 在欧元英镑上 而且就算是现在买入 他可能会因为最后一轮下冲的行情 就离开了 这都可以来这么理解 对吧 你看 这个就是分化行情 之前 应该有同学有印象 在群里面我也说过 就在 大概行情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 8月十几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谁啊 这个作家 我说 要空就空澳币 不许空英镑和欧元 我忘了 应该有同学 我忘了是谁啊 我不知道他听没听我解盘啊 因为私下是有这样的 这边有记录 当时我跟大家有讲过这个事 因为你多的 要吸引目光 对吧 就要去 让他们去上涨 而澳币呢 就不让他涨 要涨就近多了 一般 沉走次的吸盘 好 现在起码都认证了我这些 这个起码是 这个状态是认证的 8月14号这一天吧 这个地方 对吧 欧元 这是一个 后面是一个 目前看 这是一个上冲行情吧 没问题吧 就从这个点到现在 对吧 这也是个 看着像是上涨的结构 好 那英镑就更别提了 英镑可以看 英镑对吧 也是一个上涨结果 澳币是下过的 分化了吗 对吧 就为了我们做交易 创造条件吧 这不挺好的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这其实就是说我们 这个 但是这些逻辑啊 对 那天有人私下来问我 说就是问我 说你这些逻辑怎么来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我真的一句话两句话 说不清楚 我一直跟大家曾经讲过 这个我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理论 一个这个理论 就叫参照物的理论 什么叫参照物的理论 大部分人参照物是用别的品种 去参照你要做的品种 可以跟我理解吧 什么呢 就比如说 现在要去 啊 比如说买入欧元 然后通常我要去看英镑 但我发现英镑下跌的时候 我就不去买欧元 这是绝大多数人在做的事情 这个是也叫参照物 但是你参照物是说 你用别的品种去参照 你要做那个品种 那你怎么参照 怎么是错的 但是我所谓的参照物是说 我是以我做的品种为主要的 然后是用其他的品种 要为我要做的品种去创造条件的 啊 全思维相反的过程 所以我在我分析上 对吧 我用其他品种去帮助我 在不述手这次交易 包括之前交易 都是一样 那之前每次交易 都是要需要其他品种去配合我要做的 交易品种 他们要走出来我想要的行情 但是我永远不会去做欧元和英镑 虽然他们的分析对嘛 也没问题 至少在这段时间他们是强势的人 也没问题 但是我并不去操作他们 他们是为了我要做的交易品种 去创造有利条件的 好 这是完全两种概念 那这种训练和培养 也是一个很难的很难的过程 大部分人都很难去就短期内做到这一点 因为很多人都是我做这个我看那个 那个一跌了 加上你们如果真的奥比这单子能成立的话 你们会看到这个过程 所以不排除说阿比赛上行的过程当中 我说欧元和英镑可能还能破新低呢 那你就更不敢去买入欧元了 所以这些它都是环环相扣的 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但是你要先你可以先这么锻炼 你就要想说我要做哪个品种 我是以它为主的 我不能够去用别的品种去干扰我要做的品种 别的品种走势只能是配合我要做的品种 你能够想到这一层 并且逐渐再去思考 你才能够贴近我这个思维方式 那么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每到一个关键点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你才能够有意识的 所以在8月14号以后吧 是吧 品种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变化 强热的变化 澳币从这段时间的强势变成了弱势 欧元英镑是吧 从之前的弱势这个地方 不是欧元这个地方 不是比澳币早跌了一段时间吗 是吧 从弱势变成了强势 其实它也是只是打造了日线的压力位置上 这些位置其实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包括现在黄金 黄金的话 这个也在 也在稍微 就是也是在横向了 所以我现在就希望 我是希望它明天飞你的时候能够摘下去 但是这只是希望而已 这并不能作为交易建议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我们只能是 等到什么时候 看现在离日级的均线还很远 如果它这边破下去 不排除它的开口 会进一个张开 比如在这一段行情当中 最大的距离应该是这个点 和这个点之间的差异 大概是800点 就是在这个点上 最低点和日级均线的最远端的这个差值达到了800点 不是800点 达到了1000点 1258 1000点 所以不排除说 后面再次打开到1000点的行情 我们要看一下 直到说它回归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说了 就是可能来讲 未来到均线跟下来的时候 它是二浪的横条结构 我们加仓点位可能会比这个点还要低的位置 我只能这么猜测 我现在只是猜测 就是这里是 这里是从1366低到现在 包括后面这个加速下跌 都是一个轴期的 将来横向调整等均线跟随 日级均线跟随到下来的时候 都可能比最后这轮下跌的这个低点 最后下来这个高点都可能比它还要低 也许就在1200附近 那个地方我们加仓 所以有些同学说 那你之前在120加仓 为什么不在这加仓呢 这不是趋零性的行情 有点复杂 但是如果跌下去 后面在120加那是确定性的行情 但是会确定它还会有一个 新的一轮的下跌行情 那至于后面45到明年伊朗战争有没有 回来伊朗战争以后 它走一个大的卫星结构 那是后话 你先说现在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一旦它有市场 整个就进入到了空头走势 这就好像是说 你知道衡量一个股市 怎么叫牛熊转换 它有一个指标 多少多少天下跌 或者多少浮度的下跌 或者多少浮度的下跌 就是零熊转换 或者多少浮度上涨 就是熊转牛 或者牛转熊 那么黄金也是 黄金1200块 正式跌穿 1160这一天不算跌穿 1160这一天的话 它不算正式跌穿 因为这一周它收盘 没收到1160 它收到了 就这一周收到了1186 下一周就收到120以上 这一周的穿越1200 不能算数 如果再跌穿 如果长期穿越 那黄金的生产成本 现在就被跌穿了 那就会触碰到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事情 然后就到了 我们该去加仓的时候 理解吗 但我要去加仓 我在1200块钱 都会去加仓的 同时底端 我还可能会空 每日 每日它的底端 像1200运行这一段 我会空每日的时候 会拿一段利润 但在利润的时候 达到1200的时候 我高位可能来教我的 第一笔这个单子的成本 应该在1320以上 或者在1320 那就是1200点 再加上每日做空 可能就1500点 我有一个上方一个单子 1500点的利润 我再加仓 那是什么概念 你能明白吗 这就是周期性的概念 那个时候 我是没有压力的 而你在金 那你肯定有压力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交易 你就先讲的 这部分的事情 就是我脑中在想什么 从分析到交易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要持续下去 我不是管这一笔 做完就完了 我明天要做 后天还要做 我时间以后还要做 我要把这个东西要滚动下去 等到黄金不会说一直跌的 曾经八位都说过 说黄金将来会涨到三千块 我认为也会涨到三千块 但是那是下一个时代的事情 那先想一下你们这个时代 多少人能够存活到那个时代去 大部分人就都已经死掉了 跟他还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不断的循环 好吧 基本上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是这样 那么 第一个 因为现在整个澳币的这个运行 可以讲从 从我准备做它开始到 特别是到了 我具体分析细节的这个时间点开始 至少目前来讲 还是分析的还是可以的 就是所谓的就是准备 之前我是不会分析细节 就这波下跌我没有分析细节 然后我开始分析细节 实际上是应该从这个点下错的时候 开始分析它的细节 这个点下破 后面走雷头间形 然后由墙转而落 然后其他品种反弹 他从强势变弱势 他现在逐渐的分析其中的细节 包括具体的位置 形态 你看我之前分析都不分析 现在我每天分析的已经精确到了 以一个点 能明白吗 就我以前在这边不去做这种细致性的分析的时候 我是不会分析任何低点和高点 但到这一侧 当我决定要去做它 而且开始分析细节的时候 在每一个高低点我都会去分析 他在做什么 干什么 像这种地方 我说他不会破它 他就是不破 他这就是小时级的下行 然后这就是调整 调整不应该破它 他就是不会破 而这些都会有 明白吗 这就是所谓格局和细节 这是一种切换 没到我需要分析细节的时候 我不会分析细 到了该分析的时候 我估计谁也没有分析的更细了 这里面的变化 怎么去运行 然后怎么去变化 甚至包括连成本位的变化 告诉你们成本位的变化 所以导致它这两天它是横向的 因为它等均线跟随 这些都是细节 这些都是要经过销炼的 好吧 给大家有点时间吧 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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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个阶段 实际上 平等之间 它起到的作用 就是在互相干扰 你没有 因为从现在开始 我已经不建议去再做空耗币 所以你要是做空的话 我只能说是 你自己要去放个止损 但是你就说 如果我分析的更精确的话 你可以放到前面的高位 但前面高位就远一点 对吧 那在7340 或7350附近 那现在如果打到7240 你放100点止损 那你仓位可以管扣一下 但是我是不建议做 因为你做的话 说实话是 可能会影响到你 将来做多的心态 当然这个也未必 就看哪个人看 应该会影响到 有 其他评程我现在在看 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 就是2B这个 我觉得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吧 成立不成立的 这不是我说的事 而市场做了事 但是我现在已经在 就是就是这一笔交易 做完以后 应该是市场波动性 我应该会回归 对吧 那下一笔交易是哪里 我现在已经在读了 但是呢 还没有用 就是他 每日吧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 再去分析他 就是 为什么就是 奥币这边 我已经算是定 定这个行了 那么他走 怎么走 我条件 那么我就已经不会再 发生太大的变化 那之前这段时间 我说我会拿很多的时间 去分析奥币 你先去 基本上应该是90%以上的时间 我去分析他 我现在呢 就不需要 我现在需要就是 只需要每天看着 看他能不能 新生我想要的这个形态 那就也不会太 花费特别大的精力 那我现在把精力 就开始挪到 每日这边来 就开始挪到这边了 就是 当我挪到这边来的时候 就是 当然我就快 我就会感受什么呢 就是 因为在这一段的行情 我认为 它是要和黄金 进行一个同步的状态 什么叫同步呢 就是 黄金 现在要开始 一轮新的下行行情 好 那么 之前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 黄金和每日之间是脱钩的 我那时候 我现在觉得 它们应该开始 又开始同步了 至少从 这 一两天来讲 它们俩是又开始 有点同步了 比方今天 这个黄金 这个 现在看到的 从 现在下方 对吧 进行上涨 这个行情 那么同期的时候 每日 是从上方进行下跌的 它们俩又开始同步了 但是 但是为什么说黄金 我不做呢 就是黄金 这个地方会很乱 那么我去读美日 因为 我将就跟我现在读澳币一样 如果我认为 每日将来是有做空的机会的话 它在末端这个行情 如果它上涨 它一定有周期性 一定会有周期性 我现在读去 去试图去找到它这个周期 然后再慢慢等它 可能我刚好去做完澳币 到做澳币有一段时间以后 刚好每日的机会就出现了 这就是又回到了我们这一轮行情做完 下一轮行情大概在两三周以内 就开始出现 然后就接到那个 交那个以后 下一段 做完以后 下一段又开始 那今年上半年是没有 上半年没有波动性 行情没有大的反复 所以你没有办法找这些 每个品种合理的节点 然后呢我选取哪一波 作为我的获利目标 就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上半年都同步的 大部分时间都同步的 都是飞美下跌 美元上涨 你中间涨不到这个机会 然后接下来就可能会逐渐有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讲 我现在经历就大概 一半一半吧 50%放澳币 50%放澳币 每日 所以澳币那边交易如果成立 每日 就是下一个目标 就可以了 大概就这个样子 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解盘呢就到这里 至少澳币现在的变化 还在我们的预期内 包括均线的根子等等等等 对吧 现在可以看到现在 7236了 该是37 现在是36 而且这个小时停完盘 应该是36 36的情况下 到下个小时 应该就 这是35 就是最高点是35 那就应该比他要低了 或者跟他一样 如果很巧合 就是达到线上 就是 这个这个状态 对吧 每小时两个点 3836 40 42 44 46 48 51 之后这个都是两个点 之前呢是 两三个点 之后是两个点 那下一个下一个线呢 就是34 34的话刚好比35 低一点点 当然去看吧 会不会这么巧合 我也不清楚 等到市场走完再说吧 好吧 谢谢大家啊 那我们明天飞能 跟大家再去看一下这个行情 然后的话 还有一点 最后提一点 就是如果打这个点 OB下行了 未必非要等到飞能才下跌 也许白天就可能会下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啊 我们今天先到这 好 大家晚安 明天见啊 好 好 热 好 热 好 稍微 好 红